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书你在你的那个介绍书的节目里 曾经专门介绍过刘仲敬老师 这就是刚从深圳偷渡过来 带了回下这儿了 用自己的方式过来 用自己的方式来 刘老师呢 其实过去几年啊 在这个用你的话讲神州 是掀起一片波涛 是吗 对对对 为什么呢 我第一回听说他的时候呢 是一些学界的朋友跟我说 我脑里没有读过有这么一个奇人啊 他写的这书是奇书 我说怎么了 他写着玩意儿啊 哎 讲得真古怪 这里面把这个历史啊 讲得挺玄乎的 但是呢 又确实有事件有道理 然后又跟我说呢 他讲中国史也就罢了 主要是谈起欧洲 近代跟中世纪的历史啊 那是一团乱云般的乱马 一团乱线头 为什么 你想看那些什么家族 什么货亨索伦家族的谁谁谁 又嫁给了哪个家族的谁谁谁 哪个哪个的大公 又是哪里哪里的侯爵 这一大堆乱七八糟 没人搞得懂 据说刘老师是脑子里的清清楚楚 你跟他一讲起来 说到某个家族 啪啪啪啪 三个小时 而且一个一个头衔不差的那么数下来 非常夸张 而且刘老师还有本事写的 让你看不懂 没错 古文写作是吧 他用一种近乎是半文白交杂的 就不是一个现代人 是个民国人写法的一个写法 然后呢 比如说那时候他写那本民国记事本末 那么也是一本奇书 出来的时候尤其很大的争论 那么大家都讨论了半天 那么之前呢 他英文底就好 他能够翻译休末的英国史 也是他翻的 那么休末的那个英文啊 虽然他讲了一口四川话 川普 他这个大概有四川腔的 把这个英国的休末哲学家的这个书写成带四川腔的中文来 也不一定 那当时大家看了也是觉得很神奇 所以没人搞得懂 这人到底怎么回事 对 那么一直我还以为他还在武汉 没想到现在已经用了自己的方式到了深圳了 而且流窜到香港 刘老师这个真是今天这个幸会 本来这个今天我看有了你在他就可以当花瓶了 其实我对他感兴趣的还是他的这个履历 你说说他是1996年毕业于华西伊克大学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某公安局啊 做了十年的法医耶 您是什么情况 那是当时是分配制度正常情况嘛 就是说毕业生那时候还是包分配的 1996年还分配吗 是 我记得是到98年还是 那你真的是做法医 看过很多解剖过很多死人的尸体 做法医是真的 就是解剖死人那倒是不太多 因为那主要是个衙门性质机构 所以不大接触第一线 你跟那个李昌玉的那个是不是一路货色 我想他主要是搞弹道学的吧 有点亲缘关系 但是细分的话就不是一个专业了 你是什么专业 他那个等于是弹道学 他主要是比较弹痕 各种不同的枪发射的轨迹 诸如此类的东西 跟医学本身没有太大的关系了 虽然也是算是 就鉴定这一方面的 但是鉴定内容就有细节上专业上不同了 你那个专业是 就是各种损伤或者是疾病的原因吧 哦 例如像是某一块鱼斑或者什么 是属于哪种性质的 是什么样的钝气或者锐气造成的 分析这个 那你曾经是一个人在这个暗室当中 看着被打死的这个人 分析他身上的尸斑 你是长期做这种工作的 是 怪不得去研究史学 状态不一样 当年这个达芬奇就当时就是非常惊世骇俗的 以至于被认为是这个非常那个这个道德败坏的 就是他为了研究人体结构啊 他就偷偷的弄很多死人的尸体 自己去那么解剖 这在当时简直像魔鬼一样的这种行为 但是你想多少个夜晚 达芬奇就是在干着这个事情 而且也没有什么 那个时候也没什么保鲜呢 什么或者什么冷冻 这什么味儿 这叫保鲜 保鲜 保鲜 对 您这有什么想说的 当时情况是很奇怪的 实际上当时好多大学医学院的教授 本身都是需要尸体 而且出钱来买尸体 但是盗卖尸体本身就是犯法的 他们买尸体那些教授自己也清楚 但是他们还是有钱去 像那些半黑的犯罪集团一样组织去买尸体 买了尸体以后租给学生 然后向他们掩饰租的 教授和学生干事情完全是合法的 但是他们使用的那些尸体 其实没有几个是合法的 认真追究钱的话 都是属于绝目啊 盗墓人那些人搞出来的东西 摸金校尉 所以您就从这里开始走上了 研究历史合法性的问题 研究历史的遗骸 对吧 所以为什么今天请您来 我们是为了今天的事情 但是他不是原来研究过民国 我就觉得可能他在这方面 懂得一些个掌控 为什么现在最近台湾出了一个事情 文道你可能熟悉吧 我为什么突然对这个事情感兴趣 因为这几年我断不了的 我跟一些个有学问的老师 或者老老师在一起聊天 当然北京人聊天就是底下胡砍 但是经常听见他们提起一个 饶有兴致的话题 让我觉得很神秘 真的就像那个摸金校尉的那种感觉一样 就动不动就说起说 国民党当年走啊 国民党有个党产的问题 这事儿甭说台湾人跟他不干 共产党都跟他有一些疑问 对吧 就是说他这个党产 甚至我听他们讲的简直是神乎其神 说当时的这部分钱 据说是270多万两黄金 还有一些外汇 相当于1949年的10亿美金 但这个只是比较广为人知的一个说法 有人说还有很多是你不知道的 而且呢未必都存在了台湾 这比钱现在在世界上的某一个地方 甚至有人那简直听起来就是胡说八道了 你知道吗 要不说北京人 我跟你讲讲他砍大山的风采 砍大山的风采 肯定是胡说啊 说你以为连战到大陆来是来干嘛的 表面上是沟通两岸关系 实际上两党之间当时有这么一笔账啊 对啊 这个党产将来要是什么民进党上的台 这党产怎么能落他们手里的 对吧 当然咱们是新闻工作人员 然后这钱原来是藏在故宫哪块贬后的 是吧 对 因为我脑子里有这个类似于这么一个话题 传奇性 突然间我发现台湾最近 真的就爆出来了 因为民进党要掌权了嘛 然后就要求国民党你的党产 你得说说清楚 然后国民党这一下出来 就是说我们现在党产 最高的时候 据说是李登辉的时候 能有918亿新台币 就在一边这 说现在一查呢 就剩166亿新台币了 而且呢 扣除掉什么党党工退休金呢 七七八八扣一下 我们就20多个亿新台币 但是我们跟银行那个贷款呢 就贷了100多个亿 照这么下去 我们有倒闭的 对 要倒闭的可能 所以洪修柱现在不是要选国民党党主席吗 他自己也跟人调侃 就说哎 我这也不好踩 是吧 选上了就减了个破产的党 所以这个 这个国民党这比党产 这事有意思了 而且我觉得主要是 两岸很多老百姓关注的重点不一样 没错 台湾人关注国民党党产 关注的是什么 台湾的这个政府 它变成是两党 比如说轮替了 这个政府就不可能再属于一个党的 那么这时候这个政府的钱 到底是应该归谁呢 所以这时候他们关注党产问题 是讨论这 但大陆我们一般在谈党产问题 谈的就是 49年前中国人民的血汗钱 给你国民党 没错 偷偷带走了 是这个问题 关注焦点不一样 所以说那个时候就讲 要不说你还说这个毛泽东共产党 有他了不起的地方 那真是一穷二白啊 刚建国的时候 所以意思是你把这个黄金全拿走了 我们真是一穷二白建设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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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国家 这事您给我们披露披露点什么 国民党肯定没办法说清楚党产 但是民进党也说不清楚 任何人都说不清楚 因为国民党的党产不仅是一个设计两岸的问题 而且是一个跨东亚 甚至跨世界的问题 他不能说是中国人民血汗钱 这边包含来源太多了 而且发工为师 发师为公已经折腾好几次 为什么说是不仅是中国人民的问题 而是什么世界 因为他来源不全是来自于国内的 就是说是 我刚才说他发工为师 发师为公好几次 因此不可能查清楚 你又举一个例子 抗战时期 日本海军封锁了东南沿海一带的海路 蒋介石在他的日记中就记载 他是怎么应对这个问题呢 他不是有宋子文宋美龄他们 经常在香港和美国活动吗 办法就有了 如果是政府出面 或者是国民党出现买什么东西 很难的 说不定会被查扣开口 但是他就让宋子文 以宋子文私人的名义 在美国和海外购进军事物资 然后通过香港运回到金内去 运回到金内去 就到蒋介石手里面 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 把这些物资拨给了前线的国军 那么这笔资金算是谁呢 到底是国民党的呢 是中华民国 还是宋子文私人的呢 宋子文虽然也是有点钱的 但是我想他不可能是有钱到 能够逼他一个人支持一场战争 所以合理的推论就是 宋子文以他私人名义 购买和运输的这些物资 实际上是蒋介石给他的钱 至少大部分是 蒋介石这笔钱从哪来的 税收里面来的 南京政府的税收里面来的 国民党党库里面来的 说不清楚 蒋介石日记也没有写清楚 他只是说 他让宋子文去这样买了 这样买了 这件事情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国民党他的性质问题 他不是现代民主制度下 所谓的一个筹款 然后搞竞选政党 他早期是一个类似 陈敬兰三合会的会党 晚期来又是一个 布尔什维克性质的党派 所以他的作为革命党 他是经常要需要化工为师 化势为工的 就在蒋介石以前 在孙中山主持时代 也经常是这个样子 革命党人在上海租建里面搞活动 一方面他们自己要吃饭 一方面又要革命活动 所以他们也在革命同时 在做生意做买卖 做买卖赚到钱 如果有盈余的话 蒋介石就干这种事情 就来当革命经费了 如果没有盈余呢 他自己就拿去自己去花了 这个账是分不清楚的 一直到蒋经国时代 国民党还在海外 海外的华侨设计各种地区 一方面是在给共产党作对 另一方面呢 又是在搞海外的外交活动 各式各样的秘密活动 这些东西也是需要钱的 而且有些东西 是不适合于通过官方机构活动的 所以有些 比如说海外的亲国民党 江南花的是什么钱 他实际上用的钱 实际上广义来说是国民党党产 实际上这个 他们使用的经费的方式 也跟宋子文在抗战时期 使用经费的方式是相同的 认真追究起来 可能是通过某些按取 从国民党拨给他的 但是你要按照美国法律 或者南非法律 或者法国法律 从账面上看 那就是那些人自己私人财产 他们在用他自己私人财产 搞各种各样的活动 这些东西 你很难把它全部搞清楚 所以革命已经结束了 但是革命党的秘密经费 还在使用 是吧 枪枪三言行广告 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发生的 其实啊 这个中国人民 或者说是这个大陆人民 对国民党有感情 你觉不觉得 就正如我认为 共产党对国民党 也有某种感情 蒋介石死的时候 死在清明节 我是听说两种说法 说这个毛主席 毛泽东当时得知了这个消息 并没有表现出欢欣鼓舞的样子 一辈子 反而就说完蛋了 对完蛋了 对没那么浅薄 主席就说知道了 然后就说据说呢 他听了一天的 宋朝的一个词人叫张元干 写的一首什么词 什么什么神州路啊 什么什么的 而且把这个词的最后两句呢 据说主席还改成了 君且去 不须故 是不是有一种惺惺相惜之感 就是说老蒋啊 你先走 不需要回头 但是当然 听到另一种说法是什么呢 4月2号 董碧武死了 这事是 是给董碧武听的这个词 到现在我也闹不清 但是我是说啊 他总有一种特异的感情 你可以看看历史照片 当年在上海 这个异首啊 这可能这就是一家老小准备跑到台湾去的 一个国民党军官 你看当时准备逃离上海 就离国民党前脚走 就离开上海 你再往下看 这就脱家带口 我们那个时候 我觉得有点军队家庭化 对 是吧 是 这个你再看下下下下边 你看 这都是哎 这个跑了 要跑了 要离开上海了 你再看下边 这都是 这都是银元吧 这当时的那个金元券 这是金元是拿去换钱的吧 对 那个经济崩溃了吗 就是这是看到一麻袋的这个钱 才能买 可能买一厘米的那个时候 这就是国民党离开的时候 就金融都崩溃了吗 然后哎 这是什么 这是解放军进上海 咱们想象的那种解放军威武雄壮 其实你看当时 是这个样子 也是破一烂山 但是你注意到没有 都跟农民似的 咱们也是军队农民化 背着随身的口粮 据说是为什么呢 就当时就说有纪律 进了上海 要保持形象 要保持形象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所以自己都扛着粮食进来的 这是解放军 你知道吗 你再看猪毛 这时候 感觉欢迎解放军的人 穿的比解放军洋气多了 对对对 所以你看到这个 而且其实当年那个时候 上海的那个 那个过渡是很有趣的 因为当时 我们如果没记错的话 是好像唯一一个 就是发生了一次 就国民党的市长 跟共产党的市长有交接 什么交接 权力交接 上海市长 共产党的上海市长 当时就是陈毅吧 对不对 国民党那个 我忘了是谁 就是真的还在办公室 有个硬性的交接 还清点了一些东西 你看这上海这盘账 怎么样 真的吗 说这样 陈市长 现在这就都您的了 你来看看 两人当面 好像是只有在上海发生过 是这样子吧 没给他俘虏了 好像没有 好像没有 很奇怪 握手告别 对 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我也搞不太清楚 是为什么 所以上海当时情况是 一个特别特殊的情况 跟别的地方还不太一样 所以你看这个事 我觉得这次就很有意思 您不是研究这个政治 这个限制这些东西 我觉得你看这个事情里面 就说出我们从一个前现代国家 是吧 国民党从一个像青红帮一样的组织 慢慢发展到现在的这么一个政党之后 就提到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当年党国不分 就国民党蒋介石的时候 这个党和国就不分 比如说国民党来接收日本投降了 国民党跑到台湾来 你是中华民国政府接收的日本的财产 还是你是国民党的党军接收的日本的财产 这都不算 当时都算了党产 就是全国收 都是国都算国民党的 这就是你看党等于中华民国 党等于国 我觉得这个也不奇怪 这个些是整个中国现代革命党发展历史 就整个革命历史上一个固有的观点 你别说你从当年国民党的观点来讲 那政府也信党啊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对不对 这就是我军队当然信党 难道还不听党指挥吗 就他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你比如说 你像您研究这英国这个宪政 不是 那某种程度上说 这个女王的财产 我见他是有分的 你看我到英国博物馆 我都能看见说这几件东西 是女王私人的 他愿意拿出来给你们分享 那不是国家的 对吧 他可能是分得很清楚的 英国那是欧洲乃至于英国 他整个是封建的格局 封建格局就是国王和贵族 他是各有各自己的领地的 领地上的收入是他自己的收入 从原则上讲 个人用个人自己的领地上的收入就够了 但是另外有的时候还出现一些公共事务 说不清楚该谁管 如果是国王领地上的事情 本来就该国王管的 但是有些事情 例如说是有海盗奴猎港口 这个不在任何一家贵族和国王领地 但是跟大家都有灵想 那怎么办 这笔钱由谁出 那就就是大家开会了 国王贵族和各个市的资产界一起开会 这些事情不是具体该由谁管 但是跟大家都有关系 那怎么办 一人凑一点钱出来 凑出来的钱就是公款 公款那就由国会审议 国会就是各方派出来代表 审议这笔公款机构 那么国王也好 贵族也好 各式市民 他们私人财产是不算数的 这个等于是 大家一人凑一笔钱 凑分子钱一样 凑出来办一些大家共同参加的事情 这就是集体活动办法 所以你说大家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很有意思 我看他们现在国民党这个争啊 就是甚至说 他们把什么也算 故宫 台北故宫 都是国民党党产 后来就有人说 是算吗 他们是这么算的 最近国民党开会 就说台北故宫啊 故宫那个国宝 然后就有人说你无耻 把你们算党产 但是人家蒋介石 不是人家国民党那有一个 叫什么什么什么姓陈的 说的也有道理 他说这些国宝 对吧 我们国民党千辛万苦 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 当年日本打进来的时候 都是我们帮你们存着 一路带着走 后来我们又帮他逃过了 这个大陆文化大革命的 这个浩劫 对吧 我们保存下来的 我们一直运过来的 现在我们说是我们的党产 但是我们还是让你们 来参观呢 我们还是给给你们来分享啊 你们凭什么 没有 这不一样 这个你可以说是 比如说因为按照现在的观念 比如说现在所有国家 在封建王朝 或者是专制王权结束之后 原来皇家所有的东西呢 有很多是会被革命政府 就整个抢过去的那种有 比如说俄罗斯当年革命之后 像这个尹士卢博物馆的 圣彼得堡那些 就变成是国家所有 也有一些呢 像欧洲有些是比较和平转移的 那会留一部分 城堡啊什么 还是归你过去贵族 那么OK 但在北京 当年的北京故宫这个案例是怎么样 就是你整个皇家的东西 是以国民的名义 现在的国民 共和国民 整个接收下来 所以你无论如何不能叫党产 你顶多能叫什么呢 你说国民党托管 那笔属于全国人民财富 你国民党可以算什么账呢 你可以说我给你托管这么多年 我保安 对不对 保安费 比如说 对对对 从北京一路给你 这一路保安费 该怎么算 你可以算这个 这你这是个好主意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刘老师刚才想说什么 故宫这件事情 其实严格说来 本身是还处在一种产权并不明确的战利品地位 因为中华民国当初成立 产权并不明确的战利品 对 当初中华民国成立的时候 包括国民党 立宪派和前清就立在内的中华民国政府 是在列强的担保之下 跟大清皇室是签署了协定的 就是所谓的优债条件 优债条件把故宫的文物是留给清朝皇室的 这个条件国民党也是背了书的 所以最后把清室驱逐出故宫 没收这些财产 表面上是冯玉祥干的 背后有国共良党和苏联共产国际的支持 但是他的法律地位始终不清楚 像胡适这样的人就 当时就站出来说 按照英美法的观点来看 这次活动本身就是非法的 因为你们既然都是以中华民国的政治势力自居 你们不应该首先就违背中华民国成立 当时所说的承诺 你当时做出了承诺 也许这个承诺是错的 但是既然你已经做出了承诺以后 就不能说思就思 否则你根本上违背了法治国的原则 共和国是以法而立的 没有法治哪里共和国 所以就是像都是人家溥仪他们家的 对 还是爱心觉罗家人说这是他家 建国后这不是有的 就是溥仪跟那个沈罪他们那些人 不是一块都是什么文史委员什么的 拉着溥仪到故宫去 溥仪就不爱去 到后来拉着他说 星期天没事非要去 到了门口说溥仪反应很奇怪 溥仪在他们在那买票 溥仪就在一边站着 说溥仪你怎么不进去 他说我到这还要买票 这是我的家呀 我老家 真是 所以你说现在这个 我就不知道西方的概念 这个党 党产是一个什么 现在国民党里有人提出来 就是彻底洗白 我们想回归到一个 怎么怎么 现代意义上的党 就是我们把党产不合理的地方全捐了 对吧 我们成为一个清白的一个党 你觉得这是个什么道理 因为党这个词 因为汉语有个弱点 同一个才可以有好几种不同的解释 党就是这样 福斯这件事也说过 党有两种 一种就是英美那种 所谓的现代政党 他当然有财产 就是我搞竞选活动 向支持我的选民募捐 向美国共和党来 我支持共和党 给共和党捐一百美元 大家都这么捐 共和党不就有钱了 这笔钱就是共和党的党产 共和党拿这笔钱 当然是给自己搞竞选中的水货 他也可以搞点投资 但是这只是英美式政党 另外还有一种苏联式政党 福斯也说过 虽然也叫做党 但是性质上讲 不符合现代民主政党性质 它本身就是一个跨国的颠覆组织 就是苏联布尔斯维克党的东西 国民党在1927年 北伐以后引进的 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它本身第一 它是跨国的 苏联它不是一个俄罗斯政党 它是共产国际 在全世界活动的 而国民党虽然没有那么厉害 但它至少也是在 整个东亚范围活动的 同时它有它自己整个系统 各个部门 宣传部什么部门 全都具备 有武装 文的武德全都有 国家该有的东西 它全都有 有它在 国家就变成一个白手套式的空壳 中华民国底下 只为一个国民党 说中华民国哪些机构 实际上就是国民党的白手套 苏联社会主义共同联盟 那就是苏联布尔斯维克 一个白手套 国家机构就算有 也是民意上的 国家机构背后的党的机构 才是掌实权的 这两种政党 虽然民意上都叫做党 但是性质上向它太远了 国民党以前本来是 布尔斯维克那种政党 但是现在 国民党是布尔斯维克 对 它真的是 它模仿它的组织 所以才会出现说是 接收了日本财产 算是国民党出了这种怪事 因为接收战败国财产 这是各战胜国都做的事情 美国 英国 法国 他们都接收过德国和日本财产 但是接收了以后毫无疑问 如果是德国赔给你 那就是国家财产 如果是德国赔给某些受害者 那就是那些受害者 个人和家庭财产 没有说是由当时的执政党 算是执政党财产 国民党出这种事情 就说明1945年的国民党 明显还是个苏联式的政党 但是90年以后的国民党 要企图转型为一个 美国式的民主的政党 那么它过去苏联留下的历史包困